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也不需要像共产党一样枪干子出政权 我们只需要来届大选 一人一票 全民投票 盖朝换代 换政府 火箭升空 全民欢喜就好了 这就是民主的可贵 刚才我的同志们 包括秘书长都跟大家分享 整个安顺火箭团队 在过去这么多年 这四年来 所做的点点滴滴 所给大家的建设 我们承诺要给华小制度化拨款 我们讲到做到 我们承诺要通过国会来拨出独钟制度化拨款 我们讲到做到 我们承诺要打造 改造安顺邪塔 变成百年辉煌金塔 我们讲到做到 我们承诺要点亮合体 让安顺成为一个更宜居的城市 我们讲到做到 我们承诺要在安顺最大的马来干坟 改造他们的码头 我们讲到做到 我们承诺要把安顺一号码头 变成新的打卡景点 我们今天也讲到做到 今天大家想想看 我们是反对党 还不是做政府 我们都可以做这样多东西 教乡秘书长刚才路照佛说 只要如果换政府 我们可以做的 会比现在做的最少多一倍以上 最少多一倍以上 就好像刚才 工赏会主席黄家和在这边告诉大家 2019年短短一年我们执政的时候 霹雳州的华校的拨款 省至于高达 2559万 今天我们三名国中董事长 陈宏基老前辈都有在这边 他可以见证 我每次看到他就交钱给他 就交拨款给他 这个是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只是霹雳州 当时我们的计划 是一年拿2000万 但是现在我们算了账 是有多没有少 2019年西蒙座政府 一年 霹雳州华校 就拿到了2559万 大家想想看 如果没有喜来登政变 五年的话 霹雳州华校 华小 华中 独中 可以拿到多少钱 最少拿到一亿 从此以后 霹雳州的华社 安顺的华校 基本上是不需要再筹款 因为有希望联盟做后台 有西蒙政府做靠山 华社 就可以获得公正 平等的待遇 不需要再看人家的脸色 不需要到处去筹款 让我们的学生 非常的辛苦 所以各位 这就是多元开明的重要 而今天 我们站在这边 跟大家见面 其实今天早上 安顺也有一件大事的 就是霹雳州州大臣 那都撒阿拉尼 也来安顺 但是他不是来三明 他去示意会礼堂 推展所谓的国政大选机制 现在国大党跟马华打到乱 每个都想抢 要来打安顺 他们认为 他们有机会赢 我交给人民打分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 就好像就在货店买东西 我们要懂得货比三家 才会不吃亏 不怕货比货 只怕不吃货 今天马来西亚的政局 有参加大家的店 来接大选 我先告诉大家 他不会是一对一 他甚至于是三国演义 曹操 孙权 刘备 出国 卫国 江东 可能也不是三国演义 可能是六国大风向 马来西亚政坛正式进入了战国时代 秦齐 楚汉 韩赵卫 安顺国会选区 来接大选 应该是最少有五角战 六角战 非常热闹 有西盟 有国盟 有国阵 还有沙巴的 瓦利沙 还有老马的GTA 还有一大堆 不知道哪里来的 麦克萨蒂 什么党 所以大家会准备好 会非常热闹 但是不管多少个对手来 我们行动党在安顺 就是四个字 怕戏不照 兵来将党 水来吐烟 我们相信人民的眼睛是血量 刚才我说不怕祸比祸 只怕不是祸 没发现 不怕祸比祸 不怕祸比 如果是写几位 水来 我给你们 strikes 你们带我 据 那么 你 我